感恩台长 台长 我的妈妈是1948年2月10日 数数的 然后刚刚查出来 她现在是胃癌 全身骨转移 医生建议呢 就是不能够做手术了 要保守治疗 要做化疗 请台长帮我看一下该怎么办 那你说台长就是两心好 我本来讲好的 这几场我都不看图腾的 你看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又看起来了 感恩台长 感恩台长 我说好5月1号看的 你看又看了吧 对不对啊 每个人的苦痛啊 菩萨真的心里难过啊 每个人都有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真的 我告诉你啊 你妈妈在家里 是非常能干的一个人 对 而且在家里具有领导地位 是的 你妈妈生的这个病 跟她身上的灵性有关系 她打过胎的 是的 要好好念经 不念经的话 一直弄她 一直在身上弄她 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两个手在脖子上 两个灵性的脚在她的腰上 所以她的腰也不好 是的 还有就说是 现在那个医生说是建议要化疗 感恩台长开示 我们要不要做化疗 你能不能叫她改成放疗 放疗 你跟她说 你跟她说 你现在赶紧 一个月当中 如果癌细胞没有扩散 她现在已经全身骨转移七处了 胃癌全身骨转移 那就麻烦 那就晚了 那就比较晚了 难怪我刚刚看了 她身上都是黑气 那怎么办台长 有 你 你最好不要告诉我 她现在是369 她现在是 她是48年的 几岁啊 48年几岁啊 数数的 64吧 63 好 64 看见吗 63一个关 好了 结呀 63还是64 我不知道我 63 63 麻烦了 10岁 虚岁64 13 那算10岁不算虚的 听得懂吗 那怎么办啊 求台长救救我妈 很难啊 她又不相信 是的 没办法 救不了 那怎么办啊 只有你给她念了 你给她狂烧小房子 狂放生 我昨天已经放了 我昨天已经放了 你念念 狂放生了吗 放生放多少啊 我昨天才 以前我都有放生 但是没有专门为她放 昨天就是放了有半吨鱼 又放了有 差不多 有几千块钱的那个水鱼 半吨鱼啊 对 反正一共放了八千多块钱的生 看看吧 如果在 在三十八天当中 如果她能活过三十八天 她就能活过去 如果活不过来嘛 你就准备吧 听得懂吗 我听懂了 台长需 那我们 我的功课要怎么样做 你赶快啦 四十九遍大悲咒啦 礼佛大餐会不会给她念七遍啊 小房子给她 无数无数 好吧 所以你不是共修主的 如果你是共修主 大家都会帮她念的 所以你不参加呀 真的可怜 我也是刚刚学这个法门 真的可怜啊 所以有些人救不了的啦 听得懂吧 好了 谢谢台长